在古装剧当中 有冤男生的民众总是上演拦叫喊冤的桥段 那么台北市这名富人可能是如法炮制 她是拦下了巡逻警车深渊 富人说她的楼下邻居夜夜喝酒吵闹到清晨 让她不敢气绕 那么又怕上派出所报案会被报复 所以她只好拦截所长的坐车来报案 那么所长呢也当机立断 立刻出动了警力扫荡 一群人在小吃摊喝酒吵闹 看到警方大阵仗劝离全都吓到 原本大声喧哗的一群人现在不断道歉 在台北市士林陈德路巷内的小吃店 曹姓老板和朋友经常喝到三四点 附近都是住家邻居不堪其扰 一名75岁的老夫人想到辖区派出所长刚上任 决定拦下警车陈勤 有 我当时确实是吓了一跳 应该是有很大很大很严重的事情 她才会必不得才会这样做 在现代不用先打三十大板 所长指挥八名远警维护社区安宁 在凌晨直导小吃店 酒客一红而散 事后拦车的妇人还写了上千字的感谢信 再度拦车交给所长 虽然对警方来说这是应尽的职责 但是看到这封信 还是让派出所内士气大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